为了推动国内时尚产业发展 也跟台北知名的永乐布业商场接轨 在国内有时尚CEO之称的温小红 跟娱乐影视产业做了结合 共同联手打造了新形态的时尚设计竞赛节目 找来国内时尚相关科系的学生 在50分钟内在永乐布市 找出布料跟配件再来改造服装 再由专业的服装设计师来当评审 给予学生指导 期盼可以玩出不同的创意火花 全台湾各大学的服装时尚精英 冲进台北知名的永乐布市 找寻改造服装的布料或配件 不仅得跟时间赛跑 挑选眼光更要快很准 你觉得漂亮的就OK啊 可以这块 五码五码 原来这是国内知名时尚CEO温小红 和娱乐影视产业结合 共同打造新形态时尚设计竞赛节目 请来国内12所时尚相关科系的 大专院校学生 切磋比拼服装设计 万一设计灵感卡关 别担心还有专业服装设计师 神救援己为 12所大学呢 大家一起来挑战 完成一个最棒的时尚竞赛的节目 时尚设计科技大学 还有非常多的设计师担任评审 小红老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时尚关注 时尚设计竞赛节目 将在12月22号在台式播出 期盼能促进时尚产业的发展外 温小红更长来都为设计师 进驻和永乐布市做接轨 期盼能打造一条龙式的服务体系 让民众能够穿上专业的定制服装 走在时尚尖端 记者纵不倒